引爆印度胡耀桶 美国要扶持南亚伊斯列 怪不得对华态度大变 最近印度境内以及周边地区局势相当混乱 似乎所有不安定因素都冲着印度来了 一边是先起反应浪潮的孟加拉国 一边是局势复杂的应免边境 此外印度东北帮再次爆发武装冲突 最近多家印度媒体报道 在9月7日曼尼普尔邦的吉利巴姆县 发生新一轮武装冲突 至少6人死亡 去年这里也爆发了大规模冲突 但这次有些不一样 当地武装首次用了无人机和火箭弹 袭击着疑似酷吉祖武装粉丝 在了解局势之前 得先了解这个地区的位置 和复杂的历史宗教种族背景 曼尼普尔邦位于印度东北部 和缅甸接扰 和印度次大陆主体 近靠一条近20公里宽的 稀里姑里走廊相连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鸡脖子 所以印度对东北帮的管控难度也更大 从历史来看 曼尼普尔本来是缅甸 共邦王朝的领土 然后被英国殊名证拿走了 在1947年 曼尼普尔王国独立 比印度独立时间还要早 但在1949年 曼尼普尔国王受邀访问印度 在西龙签署了并入印度联邦的协定 曼尼普尔人认为国王是受胁迫的 并没有与内阁商议 所以无效 然后曼尼普尔经常爆发武装冲突 寻求独立 在过去这么多年 至少有五万人在冲突中丧生 在种族宗教方面 曼尼普尔人种 接近黄主人 语言也是汉藏语系 其中信奉印度教的梅太族是主体民族 主要居住在山谷平原 信奉基督教的库吉祖 那家等少数民族部落驻山上 印度政府可以在种族之间制造仇恨 学英国奔而制止 不过印度政府大多时候都是站梅太人这一边 去年五月 两名库吉祖女子被梅太族暴徒邮接警察 并没有管任由两个种族爆发激烈的冲突 西方一向站在库吉祖这一边 去年西方媒体罕奸没有保持沉默 大肆进行了报道 并借此抨击莫迪 而这起冲突也是因印度政府的表列部落而引起 然后演变成种族间暴力冲突 内战打了一年半了 已经有200多人在冲突中死亡 至少6000人流离失所 不过该帮不管哪个种族都对印度联邦政府不满 都想独立出来 但印度的做法就是断网宵禁 并加派部的镇压 不过这次库吉祖把无人机和火箭弹都用上了 可能背后有势力支持 而且该帮靠近缅甸非常容易获得武器 这让我想到孟加拉国发生骚乱前 孟国前总理哈希腊曾案实 有人策划在印度北部孟加拉国和缅甸 划出一块地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 当时印度媒体直接指责是美国的阴谋 最近局势的变化确实在验证这个观点 缅甸北部发生新一轮骚乱 信奉基督教的克勤独立军和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 克勤一直都寻求独立 且背后明确有美国英国支持 这都是公开的信息 阿尔蒙加拉国最近政变 哈希腊已经流亡印度 一个极度亲密的领导人上台了 现在又是印度北部发生新一轮武装冲突 这很难说是巧合 看来真有势力要在印度和中国边境 扶持一个傀儡国家 他的作用可能跟伊斯列在中东的定位一样 那就是打上桩子随时引爆炸药桶 牵制中国印度 怪不得最近印度跟中国谈边境问题 愿意为中印双边关系改善创造条件 就连印度外长苏杰生都缓和了口气 说没有禁止中企来印活动 前段时间他还说 鉴于中印边境问题和双边关系状况 中企受到严格审查是正常的 印度态度的变化是基于局势的变化 他们不希望交投烂额的时候 中国也找他麻烦 正所谓印边乱象启波澜 背后阴谋 按理钻中印求和寻稳定 齐心破局保平安 好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天下观众我们下期再见